7月27日晚上,央视主持人张泽群在社交平台上公开了自己为家乡河南捐赠21.7万的证书 这是张泽群在央视工作一年的全部工资,毕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 他在捐款时特别小心谨慎,没有选择网上转账,而是亲自前往银行汇款 网友们在看到他晒出的捐款单后,留言道,捐一年的工资,这份勇气不是各个都有的 还有不少人表示,患难见真情,为泽群点赞,能一下拿出一年工资做公益 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,张泽群岁月入过万,在私下穿衣打扮却特别低调朴素 即便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,但一直保持不骄不躁的良好作风 多年来一直默默地用作品回馈群众,在家乡陷于危难之际,立马出手相助 这样的精神确实值得大家点赞